剛講到傳統的面板廠 現在都在拼轉型 因為要抓住鍍晶的新商品方向 剛剛曾博士也講到了 重點在車用面板 大家應該也有感受得到 如果你去看新車 現在幾乎全部都是電子面板式的 那最早從特斯拉開始 是整個平板電腦放在前面來運用 那現在廣泛的運用到 不管是燃車燃油車電動車混合車 通通都改面板了 那這樣的成長複合率到底有多高 我們看它其實有兩大成長 第一個就是從現有的 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路上跑的汽車 全球大概有14.63億 這個可能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開的中無車 我現在想要加個面板 這個其實就會有需求 當然它不可能全部都換 可是其實這就有一個需求存在 另外一個就是 每年新車的銷售成長 因為我每年的新車 大部分都會裝這個車用面板 而且這個單位需求量是越來越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它車種也是增加的 就是說我們除了汽車以外 像你看到摩托車也有 然後巴士或者是這種其他很多像捷運 或者是火車這些也都有 對所以它的其實它正對整個車用面板的需求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來看如果單舊汽車來看 它整個汽車的需求量年複合成長力大概3.29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你說這四年之內的 對就是2022到2025這樣平均每一年大概都可以成長3%左右 看起來好像車子並沒有成長很多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它的尺寸越變越多 然後它的量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看到其中電動車它的成長率是最大的 因為電動車用的是馬達不像引擎 然後所以它的那個室內空間使用的又可以更多 所以這一塊其實對整個這個車用面板會有比較依舊 所以還是電動車這一塊 所以你看整個車用面板的成長 複合成長率是9.19% 這三四年都還是有這樣的成長 代表說我們現在的面板股來講 不要把它當作是一般買電視的面板看了 所以他真的在切入車用的部分 可能是未來最好的商機 那對台廠來講 我們當然知道現在很多台廠 很多面板廠都積極切入這一塊 但是誰在這裡是最早切入占比大的 誰在這裡可能未來空間大的呢 好我們來看我們主要的面板廠商 像友達群創他們其實是比重相對也蠻大的 可是因為他們其實還有很多是還有包含一些是電視 或者是IT這一塊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他去年其實是虧損的 那今年可能也會虧損 但是下半年可能會開始慢慢好轉 所以說你看他們的全球試占率有打是第三 就是他有佔12% 然後他也透過一些策略整合 他包括投資新創電子還有跟高通 亞馬遜這一些來做一個合作組生態系 那這個就是用來提升他在車用面板這一塊 2023年可以再持續的明顯成長 新年會比較明顯成長 對所以他可能是一個能不能轉機的一個主要關鍵點 群創也類似 所以他其實目前佔比是17.8部分 然後所以他也是有這個整體一個整合的模式 他現在今年就要把提升到五分之一的產能比重 在車用面板上 也是成長比較明顯 其實群創他自己有表示 他最近就是從2020到2022年 其實他每年車用面板的營收大概都成長三成以上 所以這一塊其實對他的幫助其實是很大的 但是比較令人驚訝的是 其實彩晶鄰聚在占比的比重上反而特別高 對很早就切入了 對在這種小尺寸的面板廠來看 其實他們雖然說他們整個規模比較沒那麼大 尤其是像鄰聚跟光聯這兩家業者 他們其實佔比相對是比較高 所以他們其實2022年 他們的獲利其實都是大幅成長 那今年還有可能再持續成長 所以反而這一塊的轉機相對又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目前看起來 那我們要重點切入的反而是這幾個轉機題材上會比較高一些 好 這是我們看到主要的面板廠 但是零組建廠的部分當然一定更多 收費的部分成長幅度可能未來空間會更大了 對 零組建廠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比重相對都比較低 但是其實他們是切入到車用的一個各種不同領域 像我們看到至今這一塊 他其實做的是這個PM OLED的這個面板 那像明基彩 他做的除了車用顯示器以外 他還做一個電磁隔離模 所以這一塊的話 其實他們在2023年都有明顯成長 那若宜就是我們剛剛講 其實他本來是被光模組從上 那他們其實也是持續拓展一些新的一個客戶 那在2023年也會有明顯成長的情況 那葉城跟陳宏則是觸控面板廠 他們在車用這一塊其實有開始積極的切入 那未來其實也是會有成長的一個空間 你這樣寫看起來好像比較對這兩家看法比較樂觀一點 是這樣講嗎 其實這兩家就是說 他們其實在2022年 其實這個獲利其實都還是維持成長的部分 好 謝謝曾博士告訴大家 我們這時候從這研究當中去發掘 要知道的是未來的成長空間大德 這時候才可以留意 他在未來的一個發展跟爆發力 講到車電 大家都知道車電車電 就是今年的一個主流 而且是未來的一個確定的一個方向 特斯拉最近的動作頻頻 我們剛剛也講到 他在電池的材料上 有些做調整的消息傳聞 另外接一份文件報告出來 還看到特斯拉聽說又轉回頭吃回頭草 吃什麼回頭草 第一個請冠心上來告訴大家 聽說他開始又開始轉注意到 所謂的毫米波雷達 為什麼他又回頭要找這一塊當他的材料 當然其實過去其實曾有一段時間 特斯拉本來就是跟毫米波雷達合作 可是後來把它拿掉了 對我們來看這張字卡 事實上因為馬斯克很有意思 他很喜歡放話 2019年他放話說用雷射雷達都是傻子 其實雷射雷達就大概跟光學雷達差不多 因為很貴很貴 然後他說像是人身上長了一堆藍尾 藍尾就是盲腸 可以割掉沒有關係 所以他真的說到做到 他在2021年5月北美地區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的車型 他就取消掉毫米波雷達 從此他不裝了 而且到2022年的10月份 他取消掉毫米波雷達之後 還有所謂的超聲波雷達 那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超聲波雷達是什麼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這Ultra Sonic 就所謂的超音波 你看有時候是照超音波 就那種東西 他就發射過去 再回來幫你判斷距離 對不對 那毫米波是什麼 毫米波是一種電磁波 其實是類似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也是利用發射回來 再跟你判斷距離的 所以只是說技術用的不同 等一下跟大家解釋其實 當然超聲波雷達是超級便宜的東西 他2022年4月份 我說我也太不用了 那他到底在這裡用什麼測試距離 厲害了 因為馬斯克最自豪的是演算法 所以他用什麼 他用鏡頭 只用八顆鏡頭 邁向所謂的 他這邊寫叫純視覺駕駛 事實上是用演算法來駕駛 可是你又可以看到 這樣安全嗎 在美國就出了很多車禍嘛 對不對 當然這你要知道 現在其實還沒有到 全自動駕駛的情況 那都會出車禍了 對不對 那如果到全自動駕駛是不是會出更多的問題 那或許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使得說 這個被人家發現到 特斯拉最新的 現在已經在最在北美的版本裡面 叫做自家硬體 叫做HW4.0 HW4.0 他現在被發現到 你不是說你不裝雷達嗎 被拆開來發現到 你怎麼用了一顆 有一個好米波雷達 然後八個鏡頭變十一個鏡頭 對不對 然後一個計算盒子 就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他不知道你會去找他以前說的話 他太忘記了 對不對 他都沒有講 他都沒有講說我要重新再用毫米波雷達 不管怎樣 只要這個對安全有更好的幫助 你這個自己打自己臉 沒關係啦 這客人還有包括駕駛者要安全為上 所以用毫米波雷達 現在他要回頭用 那是不是對他來講 是好事一見呢 應該沒有錯 不過也很有意思 這個三月九日 中國的文件出現什麼 出現說 中國所產的Model 3 該才使用所有的一個純事學架子 所以他到底在搞什麼 我們搞不太清楚 只是說現在你可以知道說 在北美所用的一個 這個新的一個自家硬體裡面 他多加毫米波雷達 在中國的Model 3 他反而連超聲波雷達 他都不用了 會不會是因為降價要跟比亞迪 要跟其他車這個車廠來競爭 所以我必須要節省一點成本 或許有可能 可是說真的 超聲波雷達是很便宜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 我們幫大家比較一下 事實上 當然無論如何你用什麼雷達 你要用光光學雷達 或者用超聲波雷達 你都還需要車載鏡頭 其實車載鏡頭也算是雷達的一種 那以這成本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這些成本裡面 最便宜是超聲波雷達 我們剛剛有講到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叫超聲波雷達 然後就是我們以前倒車 雷達會嗶嗶嗶嗶叫 超音波那種 沒有錯 就類似這個東西 他測試距離 嗶嗶嗶嗶叫 就是這個成本最低 成本最低 很接近 他嗶嗶嗶嗶叫得很大聲 那成本最高 就是馬斯克一開始說什麼 對 他說雷射雷達很貴 因為這個據說一顆 是一萬美金左右 所以這成本最高 那以探測角度來講的話 你看到嘛 說真的 人家成本高不是沒有理由 他探測角度是15度到360度 他都看得到 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車載鏡頭只能探測到30度 超聲波雷達還不錯 有120度 那毫米波雷達居中 10度到70度沒問題 可是你要裝的話 你多裝幾顆 你就可以把全部360度看完了 但是成本中 成本是中的 那以這個我們看到 以遠距探測來講的話 事實上最強的是什麼 毫米波 所以如果你這個在自駕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看到那麼遠 毫米波好像能夠幫你看到多遠一點 可是當然光學很貴 光學當然很強 非常的不得了 那以夜間環境來講的話 車載鏡頭 他跟我們人類一樣 可能有夜盲症一類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看那麼清楚 天氣不好就不行了 對這一塊你看到 不管是這個夜間環境 不管是不良天氣的話 車載鏡頭是看不到的 但是相較之下你看到 超聲波也看得到 對不對 然後呢 不過不良天氣的超聲波 是大概普通看到 可是毫米波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對不對 光學 光學這個什麼 光學夜間環境看得到 可是不良天氣他反而如果遇到大霧 他看不到了 他有盲點 對他唯一的盲點 可能在這裡而已 是天氣的問題 然後在車速測量裡面 你可以看到 當然以這種車速測量來講的話 一定是後面這兩者比較強 這個超聲波跟所謂的光學 那路標識別 他就等於長了眼睛一樣 只有車載鏡頭看得到路標 所以呢 你不可能把車載鏡頭廢掉 所以一定還是有車載鏡頭 不管你用超聲波 用毫米波 用光學夜間環的話 你還是要有這個車載鏡頭 因為我看不到路標的話 你要怎麼自駕 路標上面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走到幾公里了 我看不到路標 我根本沒有辦法駕駛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情況來講 我們看到其實 在台廠的供應鏡裡面 當然呢 其實不管是做車載鏡頭 做超聲波 做毫米波 做光學都有啦 那當然現在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就針對特斯拉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就前面這四檔股票 投資本可能要特別去留意到 因為這四檔股票的話 他就是做車載鏡頭 做毫米波 那後面這兩檔股票 因為畢竟特斯拉現在比較沒用到 對不對 像同志的超聲波比較沒用到 然後呢 加零光學現在還用不到 對不對 比較用不到 那我們看到 其實以車載鏡頭來講的話 剛好是這邊 這幾檔股票裡面 獲利 應該說獲利第二名的股票 叫做巨翔 去年EPS4.58元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目前我們看到 其實目前一般的車子 大概四到八顆鏡頭 特斯拉八顆 一般四顆就做得到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要全自駕的話 需要三十到四十顆鏡頭 要十倍 對不對 所以你看巨翔所投的車載鏡頭 雖然說他做的不是鏡片 這部分 鏡片你可能要找加零藥 對不對 那頭不是做鏡片 他做的是車載鏡頭的模組 所以當未來進入全自駕的情況之下 這個應該說 這一個這個商機的倍數 可能是將近十倍左右的倍數 對不對 大概十倍回數 然後我們再回到像是 這個毫米波來講 那毫米波當然這三檔股票 都是毫米波 那只是股價有高有低 以這個維生來講的話 維生事實上二月份 已經說是表現不錯了 他去年賺了四點七元 本益比看是有點高 那他現在有出貨的是什麼 內輪差的雷達 這也是毫米波雷達 需求很強 就是這種大客車 我們現在到大客車 這個有一個角度是看不到 這個內輪差 盲點 你用毫米波你就看得到了 他這部分在出貨了 而且他去估計 未來五年 這部分的出貨 有九點三萬輛的需求 這個東西是 他說銀開在出貨了 甚至包括你看到 其實最近的強勢股 環科 環科上個禮拜 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有兩天漲停板 就是因為毫米波的關係 環科我記得也是在這個節目 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他過去就做電源供應器 可是他現在轉型 他做一個叫什麼 乘車 乘用車的後向雷達 毫米波雷達 供應豬油塔的一個台灣廠 應該說台系的在組裝 像核泰那些車廠 在做要用的 對 在用這個東西 然後其實也包括什麼 包括像明太 明太其實最近還蠻做多 老闆出來講話 黃董事長 他也是毫米波 然後你看到他是做什麼 客製化的開發 這個4D的影像雷達 然後還有包括什麼車用的一個通訊網路鏡頭 那我們先看一下K線圖好了 事實上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明太好了 事實上明太 事實上我們看到 其實他最近剛好 剛好怎麼樣 剛好你看 其實股價是非常強勁 跟台股關係真的不大 但你看到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毫米波開始發展 目前為止 因為特斯拉說 他用什麼4D成像鏡頭 大概是明太有辦法做得到 不過目前 我先跟大家稱謂 就是還沒有訂單 是沒有訂單沒錯 但他有這樣的技術 所以你看他股價 跟台北股市走勢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明太除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毫米波的雷達之外 事實上還有低軌衛星的一個題材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其實這股價來講 真的看起來 我們就是順勢操作就可以了 甚至包括我們看到像2413的一個環科 環科是最近比較強勢的股票 環科厲害了 環科這邊這一天是 上禮拜就開始飄 然後這一天也是漲停板 哇非常厲害 台股不管漲貨點他都漲 那今天甚至還拉了尾盤 那主要原因也就是在於說 事實上回到剛剛的智卡 事實上剛好都有賺錢 賺的其實沒有多 去年前三季賺了1.37元 已經比前一年厲害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些做毫米波雷達股票 我想可能在未來的發展趨勢 應該值得去看到 謝謝冠青 剛剛這樣講 特斯拉重回毫米波雷達 是不是在台股當中 原來是這些個股的題材上 已經在題材點火 我們把它發掘出來 告訴大家 那是不是未來的空間更大 可以留意看看 但回到現場 告訴大家 當然現在選股為重 台股到底現在進入到多空的一個關鍵時刻 要準備攤牌時刻 但有些個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出現修正拉回 但是我們剛剛稍早一次有講 拉回當中 你到底要分清楚它是寶貝 還是可能是掉下來的刀子要搞清楚 那我們特別從掌握掌跌 最敏感的訊號當中 用大家清楚耳熟能詳的KD指標 國民指標來看 今天我們要深入運用 如何有進階版的運用方式告訴你 這一檔個股的強弱敏感度 待會回來馬上告訴你 這是一檔位的挑副 我們要深入運用方式 我們要深入運用方式 切禁鹽 比較新鎖的分配